醫學中心的評鑑跟區醫院的評鑑完全不一樣 它與它有人力 它的硬體構造 它的設備 然後整個甚至有一些在學術方面 教學方面的師資 住院醫師 實習醫師 就是PGY 是那論文都有一定的規定 有一定打的分數 分數不夠 你就沒辦法變成醫學中心 醫學中心的收費跟區醫院收費 其實看起來有的負診是105 但是護診的都一樣 譬如醫學中心收比較多 沒比較多 但是在不溫負診 這是代替健保署替他收的錢 所以這次在學中心就收視野流比較多 區域病院在那裡 有的地區醫院到50 所以在收費裡面就有一個漏洞 說你是我 其實環節自己的庫甲拿出來現金 要讓病院的本身其實價格相同一樣 都是百里 比較單純 沒那麼嚴重的病院醫生看完之後 感覺還可以處理 差很多了 處理之後就剩下一個專診單 1次負用就很多 環節有保障負用價 如果專門去問診 他們的病都超過 那就不用這麼嚴重 沒所在 我不是說 看著數點的時間會比較縮短 給大家參考